來自復興航空實施現場的最新消息 現在您看到的畫面呢 就是這個飛機的殘骸 它還在現場 不過呢 等到燒完之後呢 就會馬上吊掛起來 再由拖盤車 再到松山機場這邊來進行砍驗 主要就是要釐清 這個事故發生的原因 到底為何 而在燒走之前呢 這個也看到現場呢 有許多的確定是罹難者的家屬 他們到現場來進行 對於這個 整個的這個招魂的動作 我們來看看燒走之前的畫面 那真的是令人相當的難過 而大家當然也很想知道的就是 這個事故到底為何發生 那這一次呢 都要有飛安會來釐清 我們來聽聽燒走之前它的訪問 那我們 事故現場 有關於調查的部分呢 在這一個目前這個地點呢 我們會先告一段落 那現在要把這個殘骸呢 移送到一個比較 適合做調查的地點 那因為這邊風大 可能又天進了 不太適合做很多詳細的檢查 那現在我們會打算這個送到最近的一個 比較適合比較開放的地方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圍起來的地方 但是呢它不會受到一些打擾的地方 然後做一個殘骸的檢視 那會以這個盡量完整的方式呢 不要再讓它再受到破壞 才不會這個影響到我們的調查 除了黑盒子之外呢 現在打撈起來的這個機身殘骸 也是厘清這個事發原因的一大重點 不過呢打撈起來的殘骸部分機頭是全碎的 而機翼呢還有一部分正在尋找喔 不過比較重要的呢就是 大家一度認為說呢 是不是就是因為發動機有失場的狀況 才導致飛機會發生失事 那現在呢發動機也已經打撈起來了 那馬上呢待會就要送到這個 宋山機場去進行進一步的釐清 而根據我們了解呢 現在還有12名的失蹤的人 失蹤者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那現在我們畫面上也看到的 就是在這個警銷人員呢 他們也在持續的搜救當中 但是呢由於這個水底 實在是因為這個泥沙污濁看不大清楚 那另外呢加上天氣寒冷 所以他們必須得一個小時就換班一次 搜救實在是不容易 但是大家也都相當的希望呢 這12名的失蹤者還有生還的機會 一生氣氧均行行